立法會補選提名期結束 早前勝出會被DQ的姚重彥 最終獲選舉事務處 確認九龍西的參選資格 姚重彥認為 今次成功入閘是正常不過的事情 不值得開心 同時認為今次事件不應該視為關卡 本身我就是符合憲法 符合香港法律 也都是做足所有的選管會 和選舉條例的要求 提交了我的提名 也都確定提名有效 所有文件以至到費用都交齊 是沒有任何合理的理由 阻止我參選的 所以今日收到選管會 確定我的提名有效 是正常不過合法 合憲合情合理的事件 他又說 話後亦會一貫敢言作風行事 和保持與民主派合作 希望市民不要自我製造白色恐怖 我們千萬不要自我白色恐怖寒蟬效應 千萬不要變成驚弓之了 所以我們是一切遇上 和我們之前各個不同的民主派 黨派繼續保持友好合作 所以我接下來的言行 繼續會秉承我一貫正直 不安 用專業力量 去為市民把關 監察政府 所以我無懼無怕 另外在較早前 由於姚崇嚴遲遲未獲參選確認 因此民主黨的袁海文 在姚崇嚴、馮檢基等人陪同底下 報名參選九龍西補選 作為姚崇嚴的Plan B 不過隨著姚崇嚴成功入閘 袁海文亦已宣布退選 至於其餘以報名參選九龍西補選的候選人 分別有民建聯的鄭永迅 和報稱獨立前民建聯成員蔡東舟 其中鄭永迅已獲確認參選資格 Live TV 記者 楊卓文到